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拖泡机 这款拖泡机的这些开关 这些控制 首先这个是那个温控器 控制这个拖泡器里面的发热温度的 这个加热开关 按下去加热 弹起来就停止加热 这个电源整个开关 这个转换开关 压力表和定时时机电器 这个近期压力条件内置的 首先一般我们这个电源开关先打开 打到自动位置 然后压力我们通过这个压力调节法 打到自动的时候 通过压力调节法 一般调到零件四到零件六兆帕 时间我们一般是设到20M 就是20分钟 然后这个门打开以后 我们会配一个隔板 隔板里面可以这样放平 或者是用那个条件板一个个的放 四个拔手 把门锁进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除泡 首先把要除泡的皮放好 或者用条件板放进去 把银关上 三个拔手 一一的把扣上 然后再打开 我們鎖緊 打開 電源開關 先把溫度射到50度 現在是50度 然後按下加熱 現在開始加熱 時間我們射好了20分鐘後 現在先打到進去 手動進去 然後調節 進去壓力 開始出去了 抹壓機喜歡 因為這個抹壓機太小 可以啟動 我們會平淡一點 讓你再上去 一般我們調到0.4到0.6 不到半已經4到6公斤 壓力已經到了0.4公斤 打到射程壓力以後 將指導機打到自動位置 這樣子就開始在20分鐘以後 自動排氣 便於拍攝 我們現在把這個時間 射到30秒 意思就是 因為20分鐘太長時間了 我們讓30秒後自動會開始排氣 排氣以後把門打開 把醬除好泡的那個品拿出來 在30秒後開始自動排氣 現在是自動位置 這個燈一亮一亮 紅燈亮的時候就開始加入了 紅燈亮的聲音 現在開始排氣了 刚气压排完的时候 我们剪开刀 我先把刀打到排施位置 开始开门 因为打到排施位置的话 万一仪表出现显示不正常的话 我们也能再次的 让里面的空气排完 把出好泡的瓶拿出来 OK